歡迎收看第三場賽事,四班千六米 這組中距離賽事是四班賽 起步時,今早更好,大萬集跳跳的 出得快點有三匹,加州動員,內蕩那邊有騰龍四海 中間雙影紅這幾隻就快點 神驅馬寧起步其實都不倒輸,第四島 內蕩有隻駱威王,黃衣紅帽,金絲勝仗 他都是熱門之一,在內側三生複幼 接著那一層馬,六三盡彩飛池 中間有隻軟軟機構,連連歡呼 外叼那隻潘頓,精算特殊,留得這麼厚 接著馬就英進飛驅,黃衣貼著欄加州星號 然後夾著中間有隻勝德福 包緊比這匹今早更好,還未入鏡 跑了六百米,開始入彎時 前面騰龍四海出了,播放得不晚 看來加州動員要騎兩步先跟著他 守著第三位雙影紅,過幾馬位之後 駱威王拍著神驅馬寧 然後那一層三生複幼 外口那邊上的精算特殊,說有些捉不住 中間是金絲勝仗 連連歡呼,亦都趁這個機會出外口 頂著英進飛驅出去 最後的馬,才見到加州星號和進彩飛池 包了六美,勝德福 今早更好還未入鏡 入到最後直路時,前面帶頭還是騰龍四海 加州動員揹著一百三五磅 開始都過他了 後面上來精算特殊,外面連連歡呼 留意內檔在塞車 雙影紅又塞,神驅馬寧都塞 最後兩百米時,加州動員雖然姿態有些勉強 一百三五磅,但仍然是他領先 連連歡呼殺到上來 神驅馬寧脫困,追不追到呢 但前面那隻好東西,一百三五磅 加州動員頂到回來 幫告都尼夜多場 第二名連連歡呼,第三名神驅馬寧 第四名,駱威王 一起步,起勤起得很高,今早就更好 已經輸了半條街 這場很參與過 他還是多問題,出跑道時已經扭了一輪 他情緒不好,基本上就是情緒的問題 他其實一直都是落跑道扭了 終於這場前面,頭四百比較慢的步速 變成了加州動員比較容易一點 這場就堆了一堆,不是我們剛才說的 拉到很闊的那些 現在只有一隻,當他都沒有跑 前面都逼了一堆 潘頓今天就經常都跑道扭,抽到不好 精算特殊,藍色衫 但他都是刻意留後一點 你看他今天 不過他千錄過往都不是帶頭的 他都是留著衝 但要望空就辛苦一點 不過這隻尤達榮這年 搞的馬真的搞得好 年年歡呼 千錄他已經不是強項 其實他轉個大彎 不過這裏何宅堯的神驅馬鈴 其實是否可以順勢頂出來 因為他都是一隻軍速一點的馬 他隔壁可能是一隻金絲勝仗頂著他 他那裡鬆不了 他應該,我又覺得可以篩出來 硬硬的精算特殊那裡出 終於他塞車了,弄到自己的位置 一隻連連歡呼 真的這麼難贏 跑到1,600 居然可以跑到有威脅 都算是這樣 我覺得 他就因為1,600 他沒有那麼擅長 衝到那裡差不多了 其實國王說1,400 比較好 1,600其實那個彎用了都不多 他真的有幾步有威脅 都算是 逼得上來 因為那個加速動員其實高一點 上次跑到錯了,虧了 都回來了 看看一個奇怪的分段時間 這場透斷慢一點 24秒42 第二段快 22秒66 第三段 按慢24秒1 沒斷23秒3 總時間1分34秒48 這麼複雜 時間是快是慢 所以回來也有問一下 那個騰龍四海 為什麼突然間問一問 八百米柱 潘明輝突然間 馬跑得那麼慢 在前面大大一下 潘明輝的解釋就是 其實他都沒有收慢 不如馬放鬆 放鬆 到那個位置 突然間自己少少 減慢了速度 終於你看到陳居馬鈴 塞滿了一塊 精算特殊 開面上 其實就是那個位置 他說應該是第三段 突然間由22秒66 變成24秒1 但亦都反過來說 今天這些情況 原來不少 短途也好 剛才那場 長一點路程的賽事 都是 第二段突然間開快了很多 是第二段 所以有些馬 可能在那個位置 突然間要加速 適應不到 就拉開了些 這組就沒有拉開 會不會是順風易風的問題 因為我那天見到鄭俊偉 他抓著我說 你們常常說場地偏差 有時候不是說草地 是順風和逆風 就是環境影響 都影響很大 都是沙田 跑馬地的三公里 跑馬地的偏差 就是偏差 但是如果沙田 就可能跟風有些關係 你要留意 如果對面直路是順風 就是最後直路是逆風 因為是相反的 因為是平行跑道 這個真的要留意 其實有看我們作為 維多利亞打比賽事 你不用了 帶頭那些輸就行了 吹到人都動 基本上是逆風 不用這場地偏差 那些放頭 每一隻都不行 沒有都行 直路初已經站在那裡 已經真是慘 其實很多項目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情況 你看看 單車賽都是 輪流大頭 就是因為風阻問題 其實都影響賽事 為何有句話叫食住氣流 骨頭前面的擋住 先這樣 好了 接著看下來第四場 四班痴二米的領一組 這組三天的場次 起步的時候 出得快一點 外擋精彩勇士 中間威力飛彈 內擋那邊 哇 成忠育士今天起步這麼快 比勝利神區還快 接著馬 外擋出來 威武年代初出馬 貼著欄果然僥幸 中間淺藍衫滿好世界 最後一層的馬 線路萬里 潘頓那隻勤德俱備的初出馬 貼著欄的尾四島 拍著中間的唐筆勇 在尾那隊 健康快車 包著美國的初出馬 非凡龍驅 一路轉彎的時候 真是想不到 成忠勇士去帶頭 威力飛彈守著第二 然後勝利神區在第三位 外擋精彩勇士 跑一千都夠快 來到這裏已經退 內擋果然僥幸 接著滿好世界勤德俱備 唐筆勇出外擋 頂了威武年代出去 在外面的三隻 健康快車 線路萬里 包尾還在非凡龍驅 進來之後 三百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成忠勇士 戴了頭之後 看著標籤 第二段開 二十秒二百來到這裏 腳遠遠 從後面上來 滿好世界 蓋上來 內蕩現身勤德俱備 外面那隊更厲害 唐筆勒 健康快車一齊衝上來 幾匹馬短兵雙接 結果唐筆勒 梁家進的外擋 衝贏了 健康快車第二 第三名滿好世界 第四名勤德俱備 都挺厲害的 唐筆勒 今天他走的位置 都比較 在今天的跑道形勢 其實都挺虧 留得比較後 在外面這樣追 這場就是了 第二段 無端端開了二十二秒二八出來 成忠勇士捉不到 那裡 其實我打算他去找遮擋 不過你見何宅耀出來之後 不知道怎樣算好 其實我想何宅耀都想有馬遮 不過沒有 結果 撐都撐不住 其實他撐著他想留 因為撐不住 開邊又沒有馬遮擋他 他跑錯了之餘 這段就跑快了 這段 威力飛彈回來也不多 沒有了 我看完第二段的標 都輸了 很大機會輸 唐筆勒 走開邊 比較順利 他跑快了便便益了唐筆勒 因為他前面不夠快 但健康快車還沒有網空 還跟著一本好世界 其實他遲了網空 報聞 這裡 其實這裡的健康快車已經過了 然後唐筆勒 可能的沖程也差了一點 這裡他先過唐筆勒 對 過了 兩個邊緣都很近 很刺激 看看頭馬章上 唐筆勒 先到線 分斷時間 頭段比較慢 24秒16 但第二段齊齊扯快 22秒28 每段23秒03 總時間1分9秒47 唐筆勒 贏馬 來到五歲 好像今季大熟大勇 聽聽廉馬斯的訪問 其實我始終都是覺得 他千四現在都會比較適合些 看回今天除了那個耳套 他旅行上來 這隻馬都不夠銷 剛才騎師回來都說了 都說要加一些背 讓他走得再好一點 才可以跑到千二米 其實這隻馬剛來的時間 上季 剛來我的時間 這隻馬是很生 很什麼都不懂 直到上季季尾的時間 這隻馬開始成熟 經過這個暑假 這隻馬上個重化 進步得更多 一路一路進步 變成一隻馬很 consistent 的交流表現出來 其實都比較特別 今季贏兩場都是千二 上次千四又跑到第三 不過袁馬斯就覺得他千四好一點 不看一看 有時可能他千四好一點 但是千二的對手會弱一點 看時段 可能這個階段 仍然是千二 對手弱一點 對他可能再成熟一點 或者走勢穩定一點 可以主動一點的時候 上千四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穩一點 之前千四隊 就是信心升 當然是難一點 那隻三班都差點贏 很多時候說縮程賺急數 就是這樣 縮程的路程未必最好 但是對手弱一點 這組是幾隻初出馬 勤得俱備 叫做跑得較為接近 有個第四 潘頓騎 今天也有飛 不過這隻馬 我想八成狀態左右 不過這系馬 在萬賢馬房 鬥志很鮮明 我覺得 差不多逢出必拼 這系的馬 都有前途的一匹馬 現身那一刻也是威是勢的 內黨都上到來 他跑之上有少少兇 可能還沒有鬆開 那隻馬 希望跑過這場之後 放鬆一點 還有今天也不太在乎 一來又後 二來又直路 他都被何澤宜那條馬鞭發抖 那隻馬 有時這麼年輕的馬 會影響自己本身的走勢 都值得留意一下 成忠勇士這場 就當他跑錯了 不過可能他都… 他都不是很聰明 不是很聰明的馬 上次沒有什麼馬選 叫做選擇 不是很聰明 跑錯更加不行 一錯就不行了 或者回泥地 他們的泥地都可以 看完四場 來到第五場賽事 繼續都是四班千四米 好 這組三天的次關 四班千四米 今天都是拆兩組 起步的時候 出得快些 內檔外勇冠群英 就快一點點 外檔黃隱寬勝 今天立刻增城來跑 上一場都跑得近 外檔埋緊尼是時間寶 接著那一陣 線路神華 在中檔 內檔副國兄弟 外檔埋緊尼 精明選擇 上來跑四班 接著那一陣有很多馬 內檔一隊有一個經典時代 夾著中間 才看到加州活力 外檔是金發銀發 大外檔騎著彩虹千里 大熱門的彈球開心 只有兩倍左右 現在是尾四的 拍著他尾三位置 先到先得 在尾那一隊 暫時威威父子 拍著標之福掌 這是初出馬 一路轉緊彎 前面勇冠群英 這場來講 步速不算很快 時間寶跟著他 接著馬都湧上來 外檔 精明選擇 三疊 四疊 金發銀發 五疊 載紅千里 接著浸入富國兄弟 然後黃隱寬星 又翻遮到 在外檔上的馬 威威父子 走到外檔有很多馬 加州活力 經典時代 和先到先得 入隊後三百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勇冠群英 這裏還有少少優勢 時間寶就均速些 外檔上來 黃隱寬星是魚郎似虎 大外檔大本現身 這隻彈球開心 最後百零米 前面三百馬 短兵相召 黃隱寬星這裏好像出來了 留意勇冠群 被人過了打上來 倒線了一部結果 勇冠群英贏 黃隱寬星欠少少 第三名是彈球開心 第四名是加州活力 楊明起碼 金碑都幾好成績 人馬都好鬥事 第一隻大熱門 彈球開心都熱得幾緊要 是不是滯魚不夠好 滯魚都真的不夠好 不過也是熱得太過緊要 上次雖然說很多意外 但是第三個場 都是冠寶區 沙田冠寶區 跑第三 我想水準未必很高 有型人都未必很厲害 但是因為上次的走勢 令他熱了很多 不過滯魚都是差 事實也是 走三碟 很容易出現快步速 偏偏這場是沒有的 這場步速是慢的 所以才有五碟馬 縮一塊一起轉彎 冠群英就贏了經驗 千四是很準的 那隻是初跑千四 黃仁寬星 報民這兩場 剛才健康快車 櫃內初出 這隻是新傳大獄 這隻是第一次獎 千四 回來最後幾本 兩組千二都不跑來 跑千四 換了報民 拼命了 真是過頭了 是那一步縮上去 差了一點氣量 可能始終錯跑 比較吃虧 他都搞定了一隻彈球開心 對 應該是能力比較高 那隻 因為一定輸了 加州活力回來跑第四 看看頭馬張相 勇冠群英剛剛回頭 Fightback 跑贏這隻黃仁寬星 分斷時間 頭段十三秒三九 第二段二十一秒七七 第三段二十三秒四八 末段二十三秒零八 總時間一分二十一秒七二 勇冠群英自從轉了來表演 然後加了一個眼罩 上千四 揚命輪跑之後 長一長都在 看這個鋼鐵組合的訪問 今天他真的發揮得好 馬又 comeback 那其實我們賽前都略略 我們大概知道怎樣跑的 不過到最後我都說交給你 因為都是始終要看臨場 因為今天可能有些變數 或者有些馬會燒 其實大家都很相信 Kiff的 其實全部都交給他 這隻馬那個鬥心很好 基本上其實他一聽到 有聲音上來的時候 他會再有個gear extra gear給你 所以可以fight back人 自從他安排了 他在重化操練之後 每一次他回到香港 他表現都可以維持得到 你看這隻馬其實每一次的表現都很 consistent 所以馬國Fenix 那個format也保持得很好 所以 他做了很多事情 自從我們去年 我們開始馬過了 其實都 我們想了很多事情 結果第一件事先 先醃了 醃了之後 那個performance 都保持得很好 試雜 各樣東西 你看回他 他從去年到今年 這麼多場 其實雖然說 他有幾場第二 但他幾場第二 都拍得很好 騎士和連馬師之間 大家有個溝通 有個互信 譬如每一次跑 蘇哥的馬之前 大家都會用很多時間 去溝通 這場馬 去read一場賽事 究竟應該怎麼planning 賽事的 strategy 所以有時候 蘇哥最好的就是 他會給了他的idea 我們出來之後 最後他都是說回 每次他都一定是說 最後臨場是怎樣 你自己決定自己執山 因為每一場馬 都不是說我看那個paper 我讀過的race 就是那樣東西 有時候可能有其他一些 那就要靠Keith 他們有經驗去執山 謝謝 希望繼續同王山 謝謝 贏多些馬 蘇偉賢當然 賽馬世界 他百夜 以前跟我們合作過 一起共事 葉如騎士出身 跟著是平馬 他從小到大 都跟著他 真的明白一場馬 是很多變數 我不可能叫你這樣跑 你到時候 變數這麼混亂 你跟哪一隻 到時候跟不到 怎麼辦 不跑 所以都交給騎士 執山是對的 所以賽前 有時候說什麼 讀plan A plan B 其實plan A plan B 都不夠 可能要有plan C plan D plan E 才有用 因為變化太多 好像執山 所以執山就說完了 整件事 賽前你說讀定怎樣 可能有一個基本的想法 但是你出了閘之後 整件事 就已經靠閘 擺前擺後 基本的想法 外面裏面 沒錯 會變的 會變數 還有你的馬 撿到生才行 有些我想他擺前走 但他速度很慢 怎麼撿都沒有用 所以合很多東西 大家想馬的時候 人要想 馬都要想 他做到才行 很多朋友 其實馬做不到 你希望他做到的話 你出來的效果 通常都不會猜得對 最重要的是信任 我聽他們說 有兩個人之下的信任 在前一研究 研究完 就被你倒閉 這就是最好的做法 就是 不可以太死板 不過這組 我猜都是一組 比較強組的賽事 不過可能是 頭三名 就比較強 因為都脫開了其他馬 還有時間做得不錯 尤其是精明選擇 上一班 可能步速快些 跟都跟不到 不可以了 即是四五班的差距就是這樣 看完一半賽事 一會兒就回來看美國五場